哈喽大家好我是Danny 欢迎回到我频道Danny的澳洲笔记 今天这期呢是一期专访非常有意思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上海还是处于封锁状态 但是海外呢基本都回归正常了 然后我的一位啊在加拿大长大的朋友James 因为工作需要呢在上海工作 然后就在他订了机票准备回加拿大和这个家人团聚的时候呢 上海封城了 所以这期呢我们就听James来聊聊他在上海封城之间的经历 然后再听一听他又是如何一步步的从封锁中的大上海 哎出来回到了这个加拿大多伦多 我跟你讲啊可以说是从这个出小区的那一刻开始 可谓就是步步惊心啊超级刺激 那还是一如既往的风格 Danny的频道从来不谈政治 所以说这期视频呢咱们不黑不赞 只是客观的去讲述 那开始前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James的小红书频道 James的中家生活笔记 其实对于有移民加拿大意向的朋友呢 他的频道真的是非常有价值 另外James呢也是我个人品牌熏灵的同学 学习了两个月左右吧 订阅就超过了2700 而且关键是呢引流效果非常棒 其实我们现在都明白 海外华人呢都在用小红书啊来搜索信息 所以你的用户就在上面 但是我跟所有朋友讲不要自己瞎摸索 因为运营它本身是一门学问 你要去跟对的人能够带给你结果的人去学习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视频下方描述区的 关于我第三期个人品牌熏灵的报名链接 你可知道其实在澳洲最近很多做的不错的 这个小红书博主呢 其实都是从我们训练营出来的 所以说有需求的呢 可以来参加一下 哈喽James 欢迎欢迎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叫James 我的小红书的频道的名字叫做 James的中家生活笔记 欢迎关注我 成 James 你跟我们聊聊吧 就是你这从开始订机票 到一步一步怎么 最后在封锁之下 又回到加拿大 你跟我们聊聊这个路径吧 好吧 OK 所以我的机票是4月18号嘛 但其实我机票呢 大概在半年前我就已经订好了 因为我两年多没有回 两年多没有回加拿大了 结果刚好趁我妹结婚这次机会呢 就说OK回去 但刚刚好碰上这个事情 我上年年底买的时候 我机票 我来回机票买的是差不多2万块人民币 之后就陆陆续续的碰上什么俄罗斯大战啊 最后现在又碰上这个事情 所以机票就非常非常夸张 因为我4月10号开始去了解这个出关的 出小区的这个政策 我那个小区的局委直接跟我讲 你先建议机票花多少钱买了 我买的是那个 我买的商务场 我是3万人民币 3万人民币 3万人民币 但那是那个时候啊 所以之后之后之后更夸张 我4月10号去问局委 说我能不能够 我4月18号能不能够去机场 他们说那个时候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出去 我让你出去 我想OK 所以我就马上打电话给 马上打电话给加航 问说我能不能够 我能不能够改签 从4月18号改成4月10号 最后那个接线的 接线的那个小姐 她查了以后就跟我讲 王先生我都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告诉你这个价格 就是one way one way 就是从上海到回多伦多 这个单纯的机票 我要加4万块人民币 而且而且 我要我要downgrade 就是变成economy 所以除了downgrade 我还要再加4万 就非常非常非常夸张 所以后来我想 后来我冷静想 算了算了算了 最后我想OK 还是一样等4月18号 所以这段期间之内 从10号到8号之间 其实是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煎熬的 因为你整个心就 心就掉在那里 对啊 同时呢 同时呢 我又要关注 我那个群里面 我那个团购什么时候 开营你知道 要去抢菜 所以你不但要想着 这个8天之内 到底会不会出现什么 新的一些 新的政策改变 就同时又要去 为了要活下去 都要 要去抢菜 所以那段期间之内 真的是 我觉得其实现在 现在很多人 其实还是 就像一个很紧的悬扬 就感觉 会 感觉要随时的snap 那个时候我自己 我非常 非常非常的 感受的明显 那 对对 那呃 我出去的时候 我碰到 我碰到几个 几个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局委 因为网络上有传很多说 你出去的话 你要去签一个 呃什么承诺书 你从此再也不回来了 对吧 呃 这个在在我这里是没有 没有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但他们会要求我做 48小时的核酸 我才能够出去 但这个其实对我来讲 其实是就是 你是找我找我麻烦 因为你根本就出不去小区 他的意思是说 你要出小区 你要48小时核酸 但是the thing is 你根本就出不了小区 去做核酸 你哪来的48小时核酸呢 就是不让你出去呗 就是不让你出去嘛 其实就是不让你出去 那在当然 呃 这段期间之内 就是经常性的政府 会安排这个小区的核酸 但是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定时的 哦 有时候是清晨三点 瞧你的门 坐 一周三次 但有时候就是一个礼拜 你都没有人理你 每天去做那个抗原 抗原就跟 基本上就是免费的一样 每天至少做两端子吧 嗯 但核酸的话 就是也都很不确定 所以很麻烦 所以我我硬去好 我是刚好在 呃 因为我18号的飞机 我4月16号的时候 呃 小区做了一个全面性的核酸 啊 所以我有了一个48小时的核酸证明 嗯 之后 我就就是软磨硬泡那些那些居委的人 大爷大妈是吧 各种 大爷大妈各种球 而且这个时候是考验你平常累积人品的时候的 平常 如果你平常跟居委或者邻居关系都不太好 那就很麻烦 他们可能就完全都不理你 那我我我可能做人还可以啊 就是那个旁边旁边的邻居都有都有帮我说话了 就呃 包括居委后来也就也就同意同意让我出去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所谓的出 有些人叫这个叫出门证 但其实每一个小区的情况都不一样 像我们根本就没有出门证 我们就是出去 他就是打 就是打个电话给保安说 这个人可以取决 就是这样 就这么简单 所以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 有些人还要签什么 像我有个朋友是要签承诺书的 而且他不会跟你promise 比如说你 他不会说三天前跟你讲说 你三天后可以走 不会了 因为没有人想担责任 所以我朋友是当天 飞机是12点 他当天的早上6点去居委会去签的那个承诺书 才出去的 所以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 那你出去以后 你碰到第二个问题就是 交通 OK 现在上海 还是那句话 电没了嘛 之后呢 你车也出不去嘛 因为现在车 你出去的话呢 你会经常性的被去查一个证叫做防疫证 现在上海 现在这是跟着车的啊 每一台车有防疫证 你才能够上路 人的话呢 就是砍核酸 所以车是防疫证 人是要48小时核酸 那根本就不可能去什么滴滴打车啊 什么美团打车 没有这种东西 现在路边上只有两种 就是有防疫证的车 还有mobike 就是只有这样一种 共享单车 那我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想 其实我是有两个方案 不会骑共享单车去机场的吧 有 网络上就有人传 有人是骑共享单车 还有人走路 从虹桥机场走路走9个小时到浦东机场 超级夸张 超级夸张 对 非常夸张 那我 像我家平常到浦东机场 打车 差不多人民币250块钱左右吧 我订的那台车是 要1500 所以基本上 这涨了好多好多倍 就在疫情期间 上海人民币有个笑话 就是上海人民币 对上海以外人民币是1比3嘛 我觉得现在已经调一变 基本上 基本上已经快变 基本上快变成1比5了 就什么东西 就是很疯狂 我记得前阵子 这阵子还有一个新闻说 那个外滩有一个老外 他付了1万块钱 我觉得可能有点被坑了 但是这段期间之内 付了1万块钱 从外滩到机场是吗 从外滩到机场 一样差不多应该也都是200 200到250人民币吧 他花了1万块钱 所以就有点像是 就是搞的那个氛围搞的 就是有点像是要逃难 我不是我是真的要回家 对 但是那个氛围就是真的 大家就是 我不付这个1万块钱 我就回不去了 就是我可能再也活不下来的那种 所以那很多人就会愿意付 对啊 反正很疯狂 那我的话 我后来我找了一个渠道 订到这个车 那之后才去到机场 反正这个中间真的很疯狂 对到机场之后呢 还有什么 到机场 所以我刚刚有说到 我做了手术嘛 所以以前这种 以前我从来没有感受到 这种硕大的机场有多大 你知道吗 因为我现在走路 非常非常非常困难 对 那机场这么大 所以我是 在浦东机场 因为人手现在非常非常少 我从来没有看过 这样的浦东机场 我到了以后 整天只有三个 三个国际航班 只有三个国际航班 三个 就三个 对 整天只有三个 整个机场是空的 整天只有三个 有来澳洲的吗 一个是 一个是加拿大的 一个是香港 第三个我不知道去哪 我也忘了 但我记得是就三个 可能一周 我觉得澳大利亚肯定有 但是一周可能也就 我不知道 可能有限定的航班 就两三班 因为像我刚刚有提到 我去加航去改机票 接线的服务员 有跟我讲说 好像有接到通知 他们上座率 也是要被限制 所以限制到 应该是70%左右 因为我上机以后 也是差不多70%的上座率 很多人是被 last minute 被cancel 所以比如说18号的飞机 16号被接被收到通知 天守 所以那个时候 我也是很紧张 很怕被选到我 所以 普通机场现在人很少 航班很少 通常理论上来讲 都会有人来 都会有人来协助你了 就是来推论语 但是根本就没人 根本就没人 除了工作人员少以外 但是要上机的人 就非常多了 非常多 而且我是提前4个小时到机场的 排队也很长 但当然还是有点人性的 我看到我处着拐杖 还是没让我排队 所以我一下就过了 但如果要进到机场的话 我觉得最少最少3个小时吧 我觉得我会建议4个小时 人非常非常非常多 但你check in完以后 后面就很顺了 什么security screening 什么边防 那个就很快 有很多 对机场都是什么人 这么多人 都是哪些是旅客 对对 这很有意思 肯定有留学生 留学生要回去的 可能之前 之前因为国内的疫情控制的很好 所以他们就回来了 觉得国外躺平了 对吧 就赶快回国 现在又想回加拿大 这是第一批人 第二批人是老人 我看很多老人 因为我刚有提到 现在上海物资是 非常非常紧张的 对吧 那你说要让那些老人 每天抢菜 怎么可能 我们年轻人 每天早上6点 要去抢菜 都不一定抢得到了 所以老人的话 肯定都完全是要 必须要去依靠 小区的这种团购呀 或者是邻居之间 互相给的物资 所以老人在这段期间 这些物资 其实是非常紧张的 那我在猜 有可能是 他们加拿大的子女 把他带回去 所以这是第二批的老人 第三批人 就是真的要走的 真的要走 真的就是要逃跑的那些人 我觉得是偏老外居多 很多老外 很多老外 我看到一个老外 每一个老外 至少都大包小包的吧 我看到有一个 带了12个行李 因为他就站我后面 12个行李 他们就是要 真的是要走了 要离开中国了 所以我觉得这批以后 其实我自己身边看到有 因为我们这个community 叫做expat community 其实这次 我觉得是一个 蛮大的一个 推进的 推动的一个因素 让人选择 可能去到其他下一个亚洲国家 或者是回国待一阵子 嗯 行 然后上了飞机之后 就是就基本上都不要 上飞机以后 我有一个非常 非常好笑的感慨 我那个上机以后 给你吃东西吗 我吃的时候 我好感动 这应该是我近期之内 吃过最丰盛的一餐 你知道吗 有饮料 有甜点 还有红酒 我想我很感动 因为我已经 因为你已经待在家里 一个多月了 一个半月了 每天就是什么 而且我煮饭又很难吃 所以就算我买了道菜 我也煮不了什么好东西 我都是水里过一过 每天已经吃了 一块一个多月的烫青菜 所以现在在飞机上 飞机上吃到那一餐 非常感动 对吧 在机上 我觉得就 就我刚刚说的 百分之七十 最后 大家都全程是要戴口罩的 我感觉互相 可能互相 大家也都会比较愿意 跟互相对方的人 你的邻居聊天 大家也都会有感觉 就是 哇 那个 like you got out 就是 how do you get out 之类 大家都会开始聊 就是说 你怎么出来的呀 怎么样 大家就会开始 恭喜你之类的 然后后来就落地 多伦多到了加拿大之后 然后你是 什么感受和做了些什么 ok 落地加拿大以后 我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我一辈子都不会讲的话 我一定要加拿大 我一出 一出那个机门 我觉得人怎么这么多 就我从来都不敢相信 我会在加拿大讲说 怎么人这么多 就是加拿大的机场 现在超级超级繁忙 超级 所以就你一出机门的那一瞬间 你甚至感觉 就是这个英文就叫unreal 这个就是unreal 你就感觉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就我现在加拿大 可能跟澳洲 可能跟澳洲差不多 就是 我澳洲现在Easter Easter那个 就假期嘛 刚刚我们在家超忙 所有的机场 所有的这个游玩的旅游胜地 全都超忙 就全都是人 是啊 对啊 对很可怕 就我 因为 所以我回加拿大以后 就有人来推我了 所以我是全程 全程轮椅 但如果我没有 我没有走 我没有 我没有轮椅的话 我觉得在边 我觉得要入关啊 入加拿大 我觉得排队 至少要排一个小时 有可能要到一个半 非常非常多人 很多 尤其是很多美国人 很多美国人 加拿大 所以我一到 我一到 我第一件事 一出机场 直奔 直奔那个疫苗接种点 现在加拿大 加拿大蛮酷的 他们 你不只是 你不只是可以去那个clinic 去诊所去打 打疫苗 你还 他们把这个bus 他们有把那种大巴 去改装成这种疫苗大巴 所以这种疫苗大巴是会 游动 游动的 然后就觉得这个蛮好 而且 again 就是因为 我这次在加拿大 又体验了一下 这个残障的生活 我都不用下车 我自己有车 他们都是 护士会 过来我这边服务 就体力都蛮好 回去吃了什么呀 机场飞机上的餐就很感动了 回去有没有吃到更感动了 所以飞机上那餐吃那餐以后 我就已经很感动了 所以我 我是我的business partner来接我的 我在车上跟他讲 他笑得要死 最后马上带我去吃龙虾 所以这一天就一直刷新我的 那个美食的 因为加拿大龙虾很便宜 加拿大龙虾超级便宜 听完你说完之后 我都觉得真是步步惊心 绝对是步步惊心 那段期间之内真的是 我不知道怎么说 这个就是心灵的煎熬 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我记得有一天 特别让我崩溃的是什么 我的那个楼 以前都没什么事的 忽然忽然有阳了 忽然有阳了 这个对我来讲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楼就变成风控楼 对那就代表着我出去就更难了 居委就会有更多的理由 可以不让我出去 你说你是风控楼呀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你 你会不会有 你这心里的煎熬程度 可能是可想而知的 对真的是煎熬 真的是煎熬 非常感谢James 你这个分享特别好 对 然后呢也让我们广大海外华人朋友知道 现在就是从上海出来 确实非常非常不容易 OK 行 那就非常感谢 我们到时候还有什么其他话题再合作 好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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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Danny 客气客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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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拜拜